我们下个礼拜的油价就要调涨了 中油在刚才宣布了这个礼拜的油价 那么各式的柴油批售价格 每公升调降是0.1元 但是传出来说可能会调涨这个消息以后说 还好你可以看到 无仙汽油的批售价格是维持不变 本来消息传出来说 油价可能会涨甚至传出 一度传出说可能到3块 那可是相当的多 但是在中油决定继续吸收价格之下 这个礼拜的汽油价格维持不变 925000汽油每公升维持在23.7元 925000汽油每公升是23.0元